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呼上有着这样一个热门话题 回答里有的人后悔 有的人不后悔 理由也各不相同 但其中一位匿名用户的回答引起了许多人的感叹 在他这篇长长的回答中 不仅写满了后悔 也写满了对妻子的嫌弃 后悔 他一无是处 他懒惰 邋遢 不上镜 胆小 懦弱 智商低 动手能力极差 开篇的三句话写明了这篇回答的中心意思 在他看来 妻子一无是处 因为他的这么些个缺点 所以他后悔娶她了 在他的回答中 我们大概可以找出他妻子的一些画像 妻子和他学历一样 人很单纯 不化妆 不买衣服 对物质没有追求 不乱花钱 钱都用在生活消费上 基本没在自己身上花过钱 全心全意为孩子老公 虽然自己很朴素 但想好好培养女儿 做饭还很好吃 脾气好 即使被丈夫赶出家门 也没有发脾气 只一个人在楼梯口压抑地哭 但他不是这么想的 妻子学历与他相同 是因为他高考发挥失常 而他超常发挥 所以他智商低 他听不出弦外之音 不是单纯 而是比傻子还不如 不化妆 不买衣服 不是朴素节俭 而是土 做饭还行 但是翻来覆去都是那几道菜 毫无新意 也让他心生厌弃 全职家庭主妇 在家带玩 做家务 但是在他看来 家务大概就等于 餐后的一池子碗筷带戏 不知道该讨厌成什么样 才会把自己的妻子 评价为一无是处 希望永远不认识他 网友疑惑 他到底哪里来的满满优越感 有人会说 大概是来自于是我在养他吧 他断定他已经无法离开他 所以他厌恶 指责得肆无忌惮 这也是婚姻的真实面目之一 我想 这个回答足以令人清醒 处在婚姻关系里 有这样几个应该认清的几点现实 一 婚姻的编辑效用 递减效应 童话故事的结尾 往往是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但这并非真实的情况 事实上 亲密关系的构建并没有结束 相反 亲密关系的维护才刚刚开始 曾经很喜欢的那个他 婚后却越看越讨厌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爱意在时间与日常生活中被消耗殆尽 我们对对方缺点的包容力也随之下降了 正如编辑效用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递减 亲密关系里的爱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定个特别的人变得不在特别时 消失殆尽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异常 新鲜感丧失 没了恋爱出气的浪漫与激情 看伴侣就会有看腻的感觉 如果再加上两个人在柴米油盐问题上 发生了很多的争吵和摩擦 就更容易将原本不多的爱意消耗殆尽 缺乏爱意时 在看待伴侣 就会越看越讨厌 正如一开始所提到的那对夫妻 丈夫当初因为特别的气质而爱上了妻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气质就成了缺点 甚至怀疑自己当时瞎了眼 二 在亲密关系里也需要独立 电视剧《大浪逃杀》里 描绘了王会晤与李达的爱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 王会晤在徐宗翰家里 认识了李达 被他的学识豪情所吸引 有着共同信念的两人 并开始相恋结婚 婚后两人为共同的理想目标努力 他们尽自己的力量 给对方出谋划策 他们是夫妻 但也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后来李达因为革命观念的问题准备退党 王会晤极力劝阻 两个人在月下深聊 聊完后都对彼此的革命信仰 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李达对王会晤说 但是你放心 我的信仰没有变 历史证明确实如此 志向述里说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物矮 流澜 红泥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我想这就是亲密关系里最好的状态 彼此相依 但又各自独立 你觉得要留住男人的心 最大的秘诀是什么呢 香港女星李嘉欣 曾被人这样问到 她回答说 很独立 若是不够独立 没有健康快乐的心境 你也不能令对方快乐 她这里说的独立 指的不只是 我们常认为的经济上的独立 而是她随时离开它都没有问题 更是一种人格上的独立 人格的独立 比经济独立可能更难 保持自我 没有让对方感觉 你没了它不行 这样对方才会珍惜 就像席慕容在读白里说 在一回首间 才忽然发现 原来我的一生的种种努力 不过只是为了周遭的人 都对我满意而已 为了要博得他人的称许与微笑 我战战兢兢地将自己 套入所有的模式 所有的桎梏 走到途中 才忽然发现 我只剩下一副模糊的面目 和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无论物质还是感情 都不要过分依赖一个人 把对方当作一切去迎合 保持真实的自我 让自己掌握亲密关系里的主动权 三 独立需要追求自我实现 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 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 努力让自己变优秀 我们的眼界才会更广阔 正如经读君的 终生成长词典词条 独立所说 一个要保持独立人格的人 不仅需要勇气 更需要修炼自己的能力 即使是处于一段亲密关系中 也应该努力地追求自我实现 马斯洛和很多学者 曾就高峰体验进行过大量的研究 何为高峰体验呢 当一个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 在某一项事情上 获得极大的成就和突破 体验到自身极大的价值 就能获得高峰体验 这种高峰体验存在于各种领域 比如学术研究 科研成果 发明创造 极限冒险 比如在事业上能做到的极致等等 这种高峰体验 就是人能体验到的满足感的极致 每个人对这种自我满足的趋向 就像种子发芽后 像着阳光生长一样 自然而然地存在着 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 去牺牲自己自我实现的欲望 任何人都应该也能够去闯荡 去体验 去创造 去获得自我价值感 满足更高的需求层次 获得可能的高峰体验 只有真正主宰了自己的思想 人生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美国婚姻研究者埃利·芬克尔 出版了一本 名为要么时全时美 要么一无是处的婚姻的书籍 作者援引了心理学家 奥托兰克的定义 在婚姻中 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发展成长 同时不过多侵犯对方的个性 深以为然 认清彼此都是独立的个体 保留自己独立的心灵空间 每个人的幸福 还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上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我们的分享 欢迎给我们留言 祝您晚安 做个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